如果你有注意过的话 就会看到很多科技技艺的尖端 都是往上翘起的 咦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它是专门为了帮航空公司省钱用的 我们都知道飞机之所以能够获得胜利 是由于机翼下表面的空气压力 比上表面的空气压力要更大 尽管科学家对此现象到底是如何产生的 还有争议 但不管是工程师还是航空公司都知道 只要加大引擎烧掉燃料 把飞机往前使劲推 就可以让它飞起来了 相比起为什么飞机能够飞起来 航空公司显然更关心 让它飞起来到底要烧掉多少油 当然是越少越好 说到这儿 他们一定会讨厌的一样东西就是涡流了 流体 比如流动的空气 有一个特点 就是总会从高压区域流动到低压区域 飞机机翼上下表面的压力差 既产生了有利于飞机的生力 但同时也在机翼的尖端造成了一些麻烦 来自机翼下方的高压空气 会在这里绕向双方形成漩涡 这样的漩涡不断的产生 并不断的向后流去 形成涡流 而涡流则产生出一种阻止飞机前进的主力 叫做诱导主力 因为它是由生力的产生给诱导出来的 涡流当然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东西 它既降低了机翼的生力 又增加了飞机的油耗 所以是工程师和航空公司共同的敌人 长期以来工程师其实都知道 降低诱导主力最快最简单的方案 那就是增加机翼的翼展 机翼越长 涡流对它产生的影响也就越小 但机翼加长了 强度也必须要得到相应的增加 增加强度 重量势必也会增加上去 这不又回到了问题的起点了吗 如何在不增加机翼重量的情况下 提高它的飞行效率呢 这个问题在上世纪70年代达到了巅峰 因为石油危机导致油价飞涨 航空公司对任何能够降低油耗的建议 都如鸡四壳 于是向上弯曲翼尖这样一个天才的点子 被适时提了出来 提出它的是NASA的一位工程师 理查德·惠特科姆 据说它从鸟类飞行身上得到了部分的灵感 因为当鸟类在滑翔的时候 会将翅膀上面的羽毛卷曲起来 以获得更多的生力 看到这点后的惠特科姆 于是立马测试这样的理论 并得到了肯定的结果 这个后来被成为翼尖小异的结构 可以通过减小翼尖的压力低度 来减小涡流的产生 从而降低诱导阻力得到最直接的好处 省油 于是在进行了十多年的测试之后 到了1989年 第一架使用翼尖小异的科姬 正式投入商业运营 这么多年来 估计已经为全球省下了数十亿美元的燃料 这就是为什么如今 你到处都能见到 带有丧翼翼尖的科技的原因了 把这个知识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它大吃一惊吧 我是火箭素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